以下为您说明劳动部劳动纾困贷款 线上申办流程 步骤一进入劳动部疫情纾困专区 请先上网搜寻劳动部疫情纾困 或扫描影片左下角QR码连接官网页面 请点选劳工之身份别 请点选任意劳工之身份 请点选劳工纾困贷款及利息补贴 步骤二任市劳工纾困贷款 劳工纾困贷款 自110年6月15日上午97开始 受力申请年满20岁受益 请影响资本国际劳工 且108年或109年 个人个人所得总额在50万元以下 每人最高可贷款10万元 并用劳动部补贴第一年的利息 移情集间 请在线上申办或线上预约方式办理 步骤三 进入线上申办请点选申请流程 在点选画面中图示 请点选至线上申办之银行 建议选择您 以开户的银行申办较为便捷 步骤四进入银行线上申办系统 以下以第一银行为例 请点选劳工纾困贷款 填写基本资料 进行身份认证 填写申请项目 填写联络资料 阅览及确认告知事项 上传身份证正反面 执行线上对保程序 确认拨款账号及贷款借据 完成申办程序后请进大银行通知 如有任何疑问 请查各银行申办窗口 或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 以上就是劳工纾困贷款 线上申办操作教学 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